球场上并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人情世故 用这句话来形容这场比赛 太贴切不过了 既有看点又给足面子 也许真的没有人比他更懂表演赛了 追忆往昔回味经典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场精彩比赛 比赛开始后 由于林丹的频繁失误 导致大比分落后 随着这拍正手批掉斜线 开启了追分的号角 盖德反手挑后场 林丹在线经典动作吹球出界 林丹后场批杀斜线 随后比分逐渐追至20平 而这一回合 他将控球发挥到了极致 后场头顶区突击直线 反手接杀党员网 后场头顶区杀斜线 连贯往前挑后场底线得分 这样林丹就以22比20赢下第一局 半场爆扣可以看出 林丹对盖德非常尊重 虽然是表演赛也要展现自己的一定实力 神龙摆尾 往前带停顿的回放 第一位反手勾对角得分 这一回合也让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真的没有人比他更懂表演赛了 第二局盖德打得更加坚决 连续后场进攻得分 气势非常足 后场头顶区轻杀斜线 连贯往前勾对角 这样盖德就以21比16翻回一局 决胜局林丹尽量祈求给对方来杀 绝不轻易突击进攻 毕竟2012年的林丹正直巅峰所向披靡 面对一位36岁的老将 又是他的退役比赛 怎能忍心痛下杀手 只有让他在轻松的氛围愉快的比赛中退役 才是最好的结果 既看点十足又给足了对方面子 林丹的表现相当完美 随着盖德正手杀直线得分 就以21比14赢了第三局 2比1战胜了林丹取得这场表演赛的胜利 而林丹作为盖德退役 唯一被邀请的球员嘉宾 足以体现了盖德对他实力的认可